战机头弹 烂炸平民目标 日前乌克兰造船重镇 马里坡的孕妇和儿童音乐 安炸 当时俄罗斯承受很大的道德压力 Russian embassy in London puts out her picture Twitter says these photos are staged that she was an actress that she was pretending to be pregnant 俄罗斯战狼指出 照片里穿了点点图案休闲服的女子 是个网红 她的运度是假的 并且直指这所医院不是医院 早已被乌克兰部队占领 是攻击俄军的军事目标 但细看影片 从医院撤离的人群中 的确有人身怀六甲 抱着肚子一左一右 靠着两人搀扶 步履蛮山的撤离 至于俄罗斯指控为网红 假孕妇的女子 如今在战区另一家医院里 平安产下一名女婴 取名维洛尼卡 她的身上依旧是当时逃弹时 所穿的点点图案的休闲服 照片狠狠打脸俄罗斯 制造假新闻 时间让真相浮现 但俄罗斯显然还弄不清楚 受到国际斥责的真正原因是 发起这场战争无差别的攻击平民 华视新闻综合不倒 我是喜顾雅外 你订阅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了吗 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也不要忘记收看华视新闻杂志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